各位观众大家好 过去几天我们都受到太平洋高昂的影响 天气是晴朗炎热 太平洋高昂的势力在明天开始又要增强 而且一增强就增强到8月底 这段期间可能要注意的就是 在增强过程当中 同时台湾地区的风场 也会由现在的东南风转为偏东风 天气的变化我们来看一下 云土来看 昨天台湾地区受到太平洋高昂影响 我们吹的主要是偏南风 今天可以看到广大无影的太平洋高昂 已经增强牺牲到台湾海峡这个地方 所以台湾地区的风场 已经由偏南风转为东南风的形态 所以天气上来讲的话 就会看到有一些云气不断的顺着东南风 移到了东南部地区带来一些降雨的情况 另外今天主要还是 午后的对了云气发展是比较明显 未来天气的变化 可能要提醒大家注意的 明天开始高压再增强 不过有一个特别注意的 就是高压挤会逐渐的北台 台湾地区的风场现在是东南风 明天就开始转为偏东风 所以这样的天气形态 一定会有一些降雨区的一些差别 我们来看雨区的 未来的预报情况 昨天在影响的是偏南风影响 台湾各地区都有下雨情况 而且昨天有高层冷星地区 宜静 所以天气部分地方都比较明显 今天的部分主要吹的是东南风 下雨区除了东南部地区降雨之外 山区部分以及西部平地部分是主要下雨的地方 虽然今天雨量并没有很多 而到了明天的预测情况来看的话 台湾地区主要改成是偏东风 所以下雨部分的话 山区的部分为主要明天主要降雨的地区之外 另外就是中南部的平地 明天下雨的机会也会比较高 未来几天偏东风影响的情况之下 我们的天气的话 应该都是下雨形态 是以山区跟西半部中南部地区 午后雷震仪形态为主 温度部分 今天各地的温度都来到了32到35度之间 此外限指数跟过去几天一样 都是危险级一直到过量级的情况 全台都一样 所以未来的温度都是比较偏高 以目前最新的预测 台北未来 从明天一直到8月底这段期间 高温都会来到35度以上 特别在西部的内陆地区 未来甚至会有36甚至37度以上的高温 这要特别注意 未来高压持续到 会持续到这个月底 所以在月底之前 其实要注意高压都是偏强的 晴朗颜色天气要注意 当然就是防晒防中暑 多补充一些水分 山区是容易下午后雷震雨 另外云封面地区 在台东跟恒春是有下雨的机会 攜带雨具备用 以上是最新的气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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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